哈喽大家好我是小胖 欢迎收看本期的金属玩家 我们今天拿到的是来自HiFiMAN的一个BW400的一款运动耳机 这个耳机我们就这么说了 我也不太特写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上来看一下 就这一条 海南曼寄过来的厂家寄过来的这个耳机 就这么聊吧 这个耳机呢 首先我觉得它很复古 BSS 大家有没有印象 如果是就是以前玩过来的朋友应该知道 索尼很爱用这个玩意 BSS低音的意思 可能现在的朋友可能就是 这个魔音啊 什么BIS啊 也喜欢用这个 这个BSS特别喜欢用 所以我就对这个耳机特别感兴趣 BW400 有点像宝马的感觉 好了 来大概给大家聊聊 这个耳机呢 我就不拆了 里面呢 有这么一个耳机 然后三个这个套 大中小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一个USB的线 运动耳机嘛 就这么回事 399元 但是呢 这个耳机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 今天我我非常非常兴奋 非常非常兴奋 怎么说呢 这个我要给HIFIMAN的老板 能点个赞 非常非常赞 我觉得这一期啊 如果你是稍有 你可以把这期关掉了 如果你喜欢低音 喜欢动词大死的朋友 那你一定要看下去 一定要看下去 就是这个耳机 我其实我不太关注 就是他打电话如何 这个这个不重要 大家都差不多 这玩意儿区别不大 他也宣称他打电话 怎么怎么样 然后被动降噪 22dB 这也算得出来吗 我我我真不知道 就是可能对 他也算得出来 但是被动降噪 这个其实不用提啊 就是等于没有降噪 就是说是耳眠的这个降噪 这个其实哪个耳机都有都有的 所以这个说出来可能是一种广告 但是我觉得这边必要洗了啊 好了来大家聊一聊 首先它是一个10小时 听歌10小时的一个状态 2.5个小时的充电 可以听10个小时 然后5.0的蓝牙连接 没有了 就这个非常非常简单 凭想不用关心 我就告诉你 这个耳机 是我目前清上去 我感觉啊 所有的耳机 这不是跨鸡打怪的问题 就是我听所有的耳机 最爽的一个 最爽 虽然它便宜 但是 它是必死的接盘人 它这么说大家明白了吗 必死的接盘人 就是你能找到老索尼的那种 真的是BSS 真的是那个感觉 然后它又不是 不是很 很吵 就是不是很燥 但是它确实能燥起来 不是那种很失真的感觉 但是听那种 电音和失真的那种吉他 它是一种 非常有磨牙的那种感觉 特别爽 这个怎么形容 我很少有这么去形容的 就这个耳机 如果说拿来听电音的歌曲 我没有找到我手上 这一波耳机里面 哪一个能比他好 包括大耳 你就包括 比如说我的那个索尼的那个叫什么 刺旗舰 那个叫什么玩意儿 哪罩的刺旗舰 我也忘了 然后天龙的9200 包括边欧 包括还有个索尼的小的一个什么什么1000 我忘了 不可能有这个效果 我就说这期 稍有可以关掉了 稍有可以不看了 稍有不喜欢beats 但是喜欢beats的朋友 现在的beats 绝对没有这个做的好 绝对没有 你相信我 这个耳机是我听起来 我觉得最爽的一款耳机 我目前听的感觉最爽的一款耳机 那个低音的那种震撼和弹力 但是呢 我刚开始 拿着他配的这个这个罩 这个耳罩听的时候没有感觉 后面我发现我的耳动是 我就大嘛 我耳动大 我就换了他的最大的那个耳 那个这个硅胶 贴上去 戴上去以后 听着感觉 他说有媲美大耳的感觉 我刚开始不信 就是他的广告说嘛 就是大耳的什么密度啊什么 哎呀 我觉得那些不用提 那那些不可能比他的密度 不可能比大耳的密度高 也不可能比大耳的那个音质好 也不可能比大耳的素质高 但是这样的低音 他这样的调音 无人代替 这是我感觉的 无人代替 真的很有 以前Beats顶峰时期 做的那个耳机的感觉 那个低音一砸下来 没谁了 世界上没有那款耳机 可以有这么爽的效果 我不说价钱 就是我屏蔽掉399这个价钱 就是你包括上万的耳机 我觉得听个爽 就没这个爽 一定没这个爽 我也听过索尼的这种 其实 其实这样啊 就这种耳机呢 它运动耳机啊 它要做的 两种方式 一种呢 就是有人 我听过别的厂家跟我说过 就是说低音不能做那么重 都是听点轻音乐跑步用的 还不能有降噪功能 因为降噪跑步会不安全 在路上的时候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跑步的时候吧 心跳比较快 所以需要低音的那种兴奋劲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如果跑步 我需要一点低音砸给我 的感觉 然后我需要大声压急 这是我的感觉 那每个人不一样 那每个人不一样 有人说跑步的时候就听个轻音乐 那就不 我认为那可以不用听了 听轻音乐越跑越慢 那不想跑了 就耍睡觉了 我这么想了 就是为什么那个健身房都是 健身房都是那样的音乐 所以我觉得这个耳机 第一给我感觉低音没谁了 抛开价钱 我一般说抛开价钱就是耍流氓 但是这个耳机抛开价钱 你无论三千多还是一万多的 就没这个耍 小白听上去就是耍 这个就是耍 我也觉得这个非常耍 我拿给烧友听 俩字垃圾 我拿给DJ听 DJ想买 不问我在哪卖 这就是两个不同的状态 好不好 然后低爽 第二摄像机大 这是我听过 运动耳机摄像机很大的 运动耳机都摄像机特别小 你把这个开最大声 把手机开最大声 它还是小 很奇怪 这个声音就很大 这个外观就不用赘述了 我觉得它跟任何个品牌都长得一样 这个没有什么区别 它就一个蓝色 一个黑色 差不多的 然后两耳机 有个吸铁 这很多都是有的 这个吸铁的 这个就这样 我觉得这个 没有什么好说的 主要就是跟大家强调 爽 对 这是我很少说的一个词 就是 聚爽 聚爽的感觉 好不好 如果你相信我 你可以去试一试 当然 一定要 配合上 你觉得合适的这个规焦 如果不合适 低音会衰减一半 完了 那就完了 那就觉得我小胖骗人了 其实没这么一篇人 我听上去这个耳机这种 大家听电音的感觉 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 我们放一段 你感受一下 你就知道 就是我想表达的那些歌 是什么样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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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回来了大家知道了吗就是这样的歌曲拿上这个耳机听 你镜头前的您我觉得没有任何耳机能达到这个效果 大耳还是挂耳还是什么开放式什么封闭式什么超低 我目前听的这些耳机里面没有谁比他爽 好不好那这次聊的很简单 BW400这个HIFI版的耳机真的 跟价钱没关系 就劝大家如果运动想硬起来 跟起来的就这个耳机 本来的这些技术玩家如果小胖 就哔哩哔哩新的微博和西瓜视频给我留言 我会及时回复大家有个腾讯抖音和 youtube的搜索技术玩家下期再见 拜拜